这种沉浸式的 这样的一种创作 它会带给你 意想不到的惊喜 你一直在海上游泳 你潜到一米的时候 跟潜到十米的时候 再潜到二十米的时候 看到的风景一定不一样 你的感受也不一样 我觉得创作就是这样 它是无止境的 你要细心地揣摩 生活中每一个 你可以看到的人和事 把它收进你的聚宝盆里面 谁没有梦呢 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人生中 不断地修正自己 对自己的认知 我觉得逐步地更了解自己 我喜欢唱歌 以前我是一个白领 然后去考了北京市的歌手证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 其实自己的声音条件 在歌手中并不是那么上乘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编剧老师 无意中认识了我 就说你是不是可以考表演戏 表演戏是什么 我的家人包括我从来不知道 我会从事我今天的职业 我们的死是为祖国 为人民 我们的死光荣无伤 其实在《江姐》之前 我没有真正意义上演过一个大女主 叫我去的时候 我是最后一个她们的选择 当我穿上那个蓝旗袍 红色的毛衣的时候 照相机的快门 嘎啥响一声的时候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就觉得一定是我了 因为《江一路迷牛》之旨有好多场戏 五六场戏在一部电影里 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 那么每一个层次都不尽相同 然后你们在镜头里看到的红血丝 红眼圈 包括嘴上起的皮 不是化妆都是我自己的 靳言 如果有夏飞 我还想这么坐牢 我在戏里面 喊完停以后 我是不能看郭晓东的 我一看郭晓东就要哭 而且是那种无声的就在流泪 就是对于《江淑记》的这种心痛 是无声的 我特别幸运的是塑造过很多这样的不平凡的女性 但是龚老我跟她聊天她那么真诚 我说你爱甘将军吗 我把她拉到一边说没有圣经的情况下 我说你爱她吗 什么爱不爱的 我们就是我就嫁给她了 就得跟着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管你叫当家的 你当什么家了 我就是想和大家伙一起 搞种植合作社 咱们工人 靠本事正前切犯 不丢人 细细的品味 你曾经塑造过的那些角色 带给你什么 它真的不简简单单 是一份荣誉 一个光鲜亮丽的形象 一个有机会让大家 更加对你熟知认可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它当真是让你生命 变得更细腻 更绵长 更有温度的一种体验 所以你说演员 塑造某一个角色 是不是比别人 多活了好几辈子 它应该更通透 我也真的是希望 通过这么多角色 给自己人生有惊心